哈囉大家好我是香菜 今天呢我要來開箱一個 我期待超久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呢就是一個自動貓紗盆 喔我想買它超久了 我相信我很多有養貓的人 都想買過這個東西 可是因為它價錢比較不便宜 就是不是一般學生啊 或是小資族可以隨便買的 這個一般貓紗盆價它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還在觀望 然後也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用 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 加上院費都是兩萬多左右 這個呢它是有優惠 所以是在一萬多左右 而且它的外型長得超美的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介紹是不是長這樣子 是不是超可愛的 白色的然後像一個太空艙 所以我就超期待的 然後我現在呢就是要來組裝它 把它組裝好之後再來跟大家分享 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怎麼使用 還有我的一些使用心的這樣子 有話不多說我們趕快來裝吧 這邊呢就是它裡面所有的東西 這邊應該是放紗盆的 它上面有顆的角跟一個盆子 用來過濾貓紗的 你看它這個孔 它應該是要用那種 比較小的豆腐紗 或是礦紗之類的 這個我再研究一下 然後它的兩個球體 還有一個底座 這個應該是感應器 然後兩貓紗用的兩倍 除臭的 放在貓紗盤後面這樣 然後還有電線 說明書 裡面是全公文的 但是都有圖示 所以應該組裝起來不難吧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組裝啦 底座這邊有條電線 第二步要來裝這個感應器 這邊穿上來 前面那邊有一個陷入 照著它的形狀去把它堆上 卡上來就行了 第三步我們要來裝上這個球體 這個大洞應該就是出入口 我們先來裝另外一個 上面放上我們的肉斗 它這邊有一個圓圓的口 然後有兩條卡榫 應該就是對應到它這個圓圓 還有它後面這個卡榫 灰色這一片在裡面 很輕鬆就可以卡上去了 然後它下面這邊還有兩排 好像是要放那個 放貓紗的 有寫字的這邊 朝那邊放 應該就是掛上去就可以了 它裡面有一個 這個是比較開的 然後這邊是比較密的卡榫 比較密的是對應放貓紗的那邊 然後我要來鎖螺絲 放它附的這一種 一共有八個去把它鎖起來 大功告成 轉圈圈給大家看一下 它其實卡滿穩的啦 螺絲其實都有多付 看我這麼聰明的人 應該是用不到備用的 它底座這邊有一條凹槽 就是要對準 它這一條 衝出來的地方 然後四個圓圓圓就是要 確定它有放正 登登 最後它後面這個孔 應該就是放這個除透的 喔它是碳粉耶 國性碳吧 凹著這個往下 再進去 電線在線孔 普通的插座一般都可以用 對啊好奇吧 因為我真的有看到一些自動貓紗 可能它是有 固定片能用的貓紗 或是垃圾袋的 它這個好像不用 就找一些顆粒比較細的貓紗 還有一般的垃圾袋 好像就可以用了 這樣組裝完 我是覺得還蠻簡單的 應該是一般手柴都可以輕鬆組裝 而且它其實不太需要什麼工具 也不太需要用到蠻力 我現在想要先來試一下 我們家多拉進不進得去 我們家那隻小碰碰的蠻 如果它都進得去 大家應該都進得去 可以啦 多拉還可以在裡面轉圈 然後跑出來 那我就完全再跟大家更新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怎麼運轉的 它很可愛 它會先搖一搖 把它混合均勻 而且你看它運轉的時候 完全是沒有聲音的 旁邊這個燈它慢慢的一閃一閃 就代表它現在是在清潔中 等了大概十分鐘或十一分鐘之後 又會開始自己清潔 你看它轉到旁邊的時候 貓紗就會通過那個過濾網 然後細緻的顆粒就會掉下去 比較大的可能有排泄物 凝結的貓紗就會從上面過濾出來 滾下去下面還有那個垃圾頭 然後會搖一搖確認它是已經下去了 再轉回來 就完成了一次的清潔 這樣子大概是四分鐘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垃圾桶 我大概三天沒有清的 就是有點滿 代表貓咪真的是有去使用它 而且它有好好的把它清潔到下面去 再看一下盆面的狀況 除了現在貓紗可能有點少之外 它整個裡面其實還蠻乾淨的 就是沒有什麼排泄物啊 就是卡紗之類的 比較髒的可能就是這個紗盆邊緣 好那我現在要來示範一下 要怎麼把它裡面的貓紗全部換掉 因為像我自己平常 大概是每隔一個月 就會去把貓紗整盆換掉 那這個要換紗呢也是很簡單 就是它旁邊這個牛 它一直亮著的時候 就是可以使用的狀態 然後你長按它五秒 它就會開始轉向另外一邊 就可以把紗整個換掉 直接倒進垃圾桶裡面 那你要清的話再去看它這個熱色桶就好了 那我現在要來清洗這個貓紗盆 因為我用的是豆腐紗 所以就無水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沖 超通沖乾淨 大家可以把裡面這個墊子 直接拆下來洗 這樣它裡面就會蠻容易就沖乾淨了 洗完之後等它亮乾就好啦 好我現在差不多是使用過兩週了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兩週的使用心得 首先先說它的優點 優點的部分當然就是 別放雙手啦 就真的都不用自己慘沙了 只是要定期去看一下那個垃圾桶滿了沒 去清一下那個垃圾桶就好了 而且因為通常貓貓上完廁所之後 沒多久它就會自動去清理掉 所以房間裡面就不會有一些清爽的味道 或是感謝物的味道 這台還有塗塗探紙和鋪壓系統的設計 所以它整個組織超過其實很好 蘿蘿你怎麼來了 再來就是這台運轉非常安靜 而且很滑順 我之前也有看過那種自動貓刷機 它是很吵的 我就想說那會嚇到貓嗎 這台它就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它整個外觀就是很美 擺在那邊就很有質感 我原本還擔心 多拉會不會太大隻進不去 但是多拉進得去 而且它使用起來 目前也沒有什麼問題 操作和組裝都是蠻直觀的 很簡單 感應也是蠻準的 目前都沒有發生什麼卡貓意外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清潔過後的狀況 就是它清得也蠻乾淨的 我目前是完全沒有遇到什麼卡紗 卡牌卸物或是當機的問題 也不會弄到它 天花板很磚或是弄髒貓 所以這台我使用到現在就是 我之前擔心過的那些問題都沒有發生 那接下來我來講講它缺點的部分 首先就是它會挑貓砂 其實像這種自動貓砂機 應該都蠻挑貓砂的 所以才會有一些自動貓砂機 會出它專用的貓砂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介紹過 它就是用過濾的方式去清那個貓砂嘛 所以它一定要用礦砂或是礦型的貓砂 那如果你的貓原本不是用這種貓砂的話 或是你自己本身比較不愛這種貓砂的話 可能就需要一段時間讓你或是你的貓去適應它 而且呢最好你用的貓砂是那種 連接力比較強的不容易黏底的貓砂 那我自己其實是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用過蠻多款貓砂 然後我選到的貓砂也是蠻適合這款機器的 所以它也不會說隨便結塊黏底 或是有什麼卡砂的問題 也給大家看過我的實際使用狀況嘛 它就是裡面蠻乾淨的 不過我還是預想到 可能會有人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就跟大家說一下 再來第二點我覺得可能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的貓貓是比較膽小的貓咪的話 就真的要訓練一下 像我們家多拉跟貓砂 你一開始看到它自己在那邊轉移的機會有點害怕 就變成說我前幾天 其實是沒有開啟它的自動清潔功能的 先讓它在那邊當一個普通的貓砂粉 然後跟平常換貓砂粉一樣 可以先放一些它們之前的貓砂進去啊 讓它們知道那邊是新的廁所 然後習慣使用這個東西之後 再去開啟它的自動清潔功能 就是會需要訓練一下啦 然後我們家的貓貓大概是訓練了4到5天吧 最後就是過一個月 你想要把裡面的砂塵盆換掉的時候 手機拿去洗可能會有點麻煩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它也算是好清潔的啦 那我自己使用的是 控型的豆腐砂 我是因為第一它可能比較不會這麼重 再來就是清潔的時候很好清潔 因為它會溶於水嘛 所以就可以直接用水去沖它 好啦 以上就是這次的開箱影片 還有心得分享 我自己用到現在其實是覺得 還蠻推薦的啦 那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一些 還在觀望的人 喜歡我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